我覺得,今天他走的時候,我是希望兄弟姊妹能夠與兒為貴 任何一個子女都很孝順 沒有一個不敬意爸爸,沒有一個不愛爸爸的 然後兄弟姊妹與兒為貴這樣子 朱大哥他走得繼續當成仙衣,他也會過得比較好一點 這是我最想要講的話 然後我還是一樣用很感恩的心謝謝朱大哥對我當初踏進歌壇的栽培 謝謝 您有特別談到兄弟姊妹以和為貴 是對說稍早的時候,謝晶晶她是比較早到場來參加陸戀儀式 但是公祭是謝順福,朱大哥的兒子,您覺得這樣錯開? 其實我認為誰做都一樣,但是大家的心都有一同就可以了 只要大家都認為都應該做應該做的 然後晶晶其實也是很乖的小孩子 我跟她一同在豪記的時候 她也每次看到我也是疏疏疏疏疏,爸爸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又說晶晶回去跟爸爸問好,然後看狀況怎麼樣 我也很想去看爸爸怎麼樣 我問好多事,然後我認為誰都沒有罪啊 說坦白的,誰都沒有罪 大家要好好的以和為貴,終歸是兄弟姊妹嘛 我跟朱大哥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們每次在錄影的時候 她都會說我是她在高雄藍寶石選出來的第一名 沒有她選我第一名的話,我就沒有今天 他選我第一名的話,我就沒有今天 今天